10月27日,第七届世界军运运动会闭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赫尔维·皮奇里洛表示,无论对中国还是国际社会,本届军运会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给予武汉军运会所有参与者最高评价。 只在深属高光方向极的位置,但正面上和丛业者有一个团队 你知不知道,兼稍。业绩、英国人士的朝鲜人 給我 這是最高的表現 因此為何我沒有給我最高的標準 但我認為它是超級的 因為我感覺到所有人 都會開心 享受 和誠意 在這遊戲 因此我給我 給我所有人最高的標準 本屆軍運會共有109個國家 9308名軍人報名參加 賽會規模為歷屆最大 共設27個大項 329個小項 競賽項目為歷屆最多 十餘天來刷新了80多項 國際軍體項目世界紀錄 在脾氣里落看來 多項賽會紀錄被打破 意味著本屆軍運會的競技水平 和觀賞性達到了新的高度 軍人和運動員 擁有許多共同的品質 都在身體和心理上付出了最大努力 並因其責任所在 而擁有堅定的求勝心 這也是本屆軍運會能夠呈現如此高水平 並不斷刷新紀錄的原因 在我們的生活 最重要的 是要在一起 是在一起的 在心情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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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廣界軍運會以軍方為主 相對封閉不同 本屆軍運會 採取軍地聯合承辦模式 首次走出軍營辦賽 首次集中建設軍運村 首次實現在同一個城市舉辦所有比賽項目 首次採用5G加8K 5G加VR信息傳輸與電視轉播技術 首次為各個代表團提供全方位的志願服務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